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姜维平 今天是9月5日 我在多伦多 郭文贵先生啊 在今天的这个报案 报平安的视频当中啊 这个又披露了啊 这个一部分 所谓的这个猛料的线索啊 这个我觉得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 就像他自己讲的那样啊 就是这个孙力军 这个从厦门啊 打电话给他的家人 可能告知啊 一个他所啊 这个期待的一个结果啊 就归于这个破灭 那么当然由于这个孙力军 可能答应啊 还要到他家里 和他的这个亲友见面 所以他们似乎留着一切的希望 所以郭文贵先生 才今天讲话的时候呢 这个讲一半露一半啊 给我的感觉是 他在等待在试探啊 在猜测 这个宫贵先生讲到了什么 讲到了很多这个 这个重要的啊 这个事件的一些 呃 梗概啊 一些线索啊 比如他讲到 这个马航事件啊 他认为是 马来西亚政府和中国政府的一个交易 那么这个 如果真是有些内幕的话啊 可能一旦这个 这个爆出来呢 可能是个 非常具有震动 震动性的啊 这么一件 一件事情 那么郭文贵先生啊 看来啊 他是想 这个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习近平身上啊 他希望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 能够就是解决啊 他上面讲了一个细节 就是北京市的市长这个王安顺啊 有一次这个习近平找到谈话呀 王安顺可能过于的紧张啊 这个太激动了啊 把这笔记本呢 遗忘在他的车上 还有他打平滑球的时候 和这个 彭女儿的弟弟打平滑球 讲的话 如何传到上海等等 这些线索啊 虽然是三言两语啊 这个轻轻点水 但是郭文贵先生这里 这个隐藏着信息量非常大啊 这个当然他 不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啊 听到这些传说 是真是假 但是他说呢 就是习近平如果听了的话啊 会知道 会回忆起很多事情 这个首先第一点就是 这个郭文贵这个爆料啊 习近平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工作压力比较大啊 每天可能可以讲日理万机啊 是不是就知道这个郭文贵这个案件 这种现象在海外发酵的情况 另外呢 知道是一种 知道一种 达到一种什么一种程度 是不是知道每一个细节 看来是不可能 还是 这个通过下级去汇报 这个情况 那么 他讲这个笔记本的故事啊 如果 习近平真的听到了 可能回忆起过去一些事情 我想大概啊 郭文贵先生通过这个小故事啊 给我的感觉是 让习近平警觉 让他调查 让他知道 就是说 在他后面啊 环绕他这些人 他主要是指控 王岐山啊 还有这个 孟建柱啊 还有孙力军 暗中监控着这个 习近平 并揣摩着领导的意思啊 这个 在领导的身边呢 可能是放下了一些一些监听监控的这样一些设备 可能就是说 在处理一些重大的问题上 可能是这个 并没有按照习近平原先的意思去做 而是硬塞进你个人的一些东西 这个就有点类似像过去 中国历朝历代啊 那个皇宫里皇帝的盛事啊 到了旁边的奸臣手里啊 就走了样子啊 等等 听起来这是有点耸人听闻啊 大概 郭文贵所讲的 这个背后遥控这个王岐山和这个孟建柱啊 还孙力军这个后边这个人 那就是过去的皇太子 上一代的啊 领导人 江泽民的儿子江明衡 他说 你身边这事情是如何传到了上海 当然他没有提到这个这个江明衡的名字啊 但是我们可以猜测 估计啊 是这样一个现实吧 也就是说在过去江泽民时代呢 这个大权呢 在江泽民手里 但实际上儿子起到很大的作用 他藏在幕后啊 当这个习近平这时代来临的时候 这种留下来的这种一些 呃 就官员啊 宫廷里这些官员吧 主要是 呃 郭文贵先生所指控的 就王岐山啊 孙力军啊 还有孟建柱等等 他认为这些人 那就是说 这个已经把这个习近平控制住了 那么每时每刻都在呃监控啊 习近平都在取决他的指示 那么听命于谁呢 听命于皇太子 上下的皇太子就是江明衡 这个这一点呢 给我的感觉啊 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不过这个官场上的一些传闻啊 往往都是这个 呃 添油加醋啊 离奇曲折 可能真一辈假一辈啊 不过大体 显示了中共这个权力高层的 这个斗争啊 这个政治斗争啊 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啊 这个诡秘啊 这个神秘啊 这个缺乏透明度 正因为啊 这种铁木政治啊 很多真相 普通老百姓啊 这个不知道 人们所看这些官员啊 往往就从 电视屏幕上的会议啊 或者讲话呀 或者视察呀 也就是说他们展示 是他们平时的光明的一面 也就是他们阴暗的一面 可能就隐藏下来 呃 其实每一个正常人啊 这个都是有缺点与优点的 有长处有短处啊 那么如果优点比 这个缺点多 那应该就是好人 啊 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判断 那么官员啊 由于他这个 呃 和一般的人一样 都有起情六欲 问题是他手中的权力 如果过大 没有监督和制约 就可以干出许多 啊 伤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 郭文贵先生在这个视频当中啊 呃 三言两语啊 这个啊 还讲到了这个 协和医院西院啊 这个高干病房 这个还有 陈真离开了这个北京 回到上海任职 还有这个 一些啊 等等吧 就是郭文贵先生 今天这个小小片啊 这个短的视频节目啊 呃 我认为似乎在向这个 呃 孙力军啊 发出最后的通点 就是说 你现在啊 在这个厦门打电话 给我了家人 啊 说是此后 你再不管这个事情了 你要推卸责任 呃 你不能接受我的条件 那么我将 继续爆料啊 让你这个 像他自己讲的那样啊 就让你们这个 死无造成此地啊 郭文贵先生 呃 在这方面 在以前的视频当中 已经讲了大话啊 他不得不兑现 那么但是他留下一个希望 就是说 呃 据他哥哥讲的 就是这个 孙部长 可能还要见他的家人 就也许见面啊 呃 这个会有些缓和 但是郭文贵先生 也表示了他一种 不信任 对他们不信任呢 这种态度 那么我在 这个 另一个视频当中 曾经讲到 这个两点啊 这个谈到 就是说 这个未来 这个案件的发展啊 这个正在向着 不利于郭文贵 向阳 这个方向发展啊 这个大的趋势 这个不会改变 那么今天我讲的一些啊 就是针对我 这个郭文贵啊 这个9月5日 这个简单报 平安视频当中 的出现的一些啊 这些情景啊 做一个评价 也是补充了新的一点 就是说 上面不能啊 收回成命 不能改变 原先的决定 呃 另一个原因 就主要是什么 基于上层的 这个政治斗争 因为上面这些派别啊 是林林总总啊 左宗右啊 上宗下 非常复杂呀 那么有的人啊 是希望郭文贵啊 这个继续爆料 有的是人的希望他 立即闭嘴 完全是根据他们个人的一些利益啊 站在他们不同的这种角度啊 不同的诉求 不同的愿望 所以啊 这个郭文贵先生成为了他们这种 派系斗争啊 漩涡当中的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啊 出气头 那么呢 情况子非常复杂呀 可能有些人呢 还采取了就是一种 呃 不去明说 但是暗地里啊 他去搅局这样一种 一种局面 由于海外的这个媒体啊 不管是自媒体 还是一些 呃 这个比较有影响的一些传统媒体啊 呃 都可以接受一些信息来源 你比如说在香港啊 这个证明杂志他就经常披露一些踪迹啊 内部的一些消息 呃 我看是比较准确的啊 这个很多的故事有时间有地点 有人物有数字 非常详尽的 非一般人所能掌握 那么呢 这些人都可能 这个通过内部啊 传一些消息给海外 呃 以便作为一个试探风向的气球 或者是故意的在把水搅混等等啊 也说不定 那么呢 呃 所以说郭文贵先生也讲说 这个还有四十多天 要开十九大啊 可能在这之前发生一些事情 不过我个人认为啊 呃 十九大总体上 他会按照中共的一些原型的预定方案 这个进行 虽然不太顺利啊 但阻力也不会太大 因为中国这种体制啊 就是整个党管天下嘛 这个舆论啊 这个这个 专政工具啊 这个军队啊 等等全部控制在这个 领导人的手里 中共高级官员手里 所以说呢 他们很容易啊 这个来化解一些 这个淡化一些矛盾 所以呢 可能 呃 十一大之前呢 会有一些麻烦 人事故局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 但是呢 一切可能还是这个照常的这个进行 那至于说 龚卫先生在这个呃 九月十六日啊 针对目前的这种呃 违在单系的局势啊 可能要申请呃 政治庇护啊 走证难民的程序啊 可能也在清理自从 那么关于呃 龚卫先生九月五日啊 这呃 时段时续的啊 两个小的视频啊 呃 我看的不够完整啊 就做一个短短的这个评价和 和这个解释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